从今年年初以后,成龙的私生女小龙女就跟母亲无起立关系闹僵,母亲对她视若网闻,后来小龙女直接奔走加拿大,说起成龙的这个私生女大家肯定不会陌生, 因为成龙由不承认转化为认同吴卓琳的存在经历,了非常多的波折和心理建设,虽然成龙不打算给吴起立母女两个名分,但至少已经任何她们的存在所带来的影响,而小龙女在加拿大半年之后,某日深夜跟女友在某便利店求助,说自己是成龙的女儿,已经没有资金养活自己和女儿的生活,于是便想请求社会各级人士的帮助。 之前也有媒体询问成龙是否对此事知情,她也只是做出拒绝回答,但是据知情人士爆料,成龙从来没有割舍过对小龙女的关心。 最近有网友发现,吴卓琳在社交网站上公布了跟大12岁的女友结婚的消息,据了解,这位女朋友就是被质疑诱导小龙女跟成龙局内的关键人物。 据说这名女生之前还是一位老师,跟吴卓琳在一起后,两个人曾经一度闹到流落街头无处可去的地步,前不久吴卓琳还被拍照在加拿大时荒为生。 关于吴卓琳的性取向,生母无习历早已经没有态度,成龙自然也从来不关心女儿的事情。 然而,就在宣布结婚的同时还有网友发现小龙女竟然成立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而且很多人都发现小龙女竟然自己改了姓氏。 原先跟随母亲姓母,如今却改名姓氏未灾虽然不知道是哪个字,但很显然这是要与成龙跟吴卿力全部都决绝。 这次工作室大概也就是送给女友的订婚礼物吧,不过也有人曝出,小龙女之所以能够获得资金开办工作室, 完全是因为成龙在背后协助,毕竟血浓于水,你们觉得成龙真的会不管女儿吗? 但 还 vrij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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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요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